来 苏少奶奶 你这是打哪儿回来呀 昨晚我去找你 却发现你不在屋里 你去哪儿了 你去哪儿回来 吴依 吴依 你来看看 这几个绣品哪个最好 这个 可是它是一试的时候 糸过腰带了 同样的方法用呀 并非同样的方法 第一次 她用的是金线双氛围 那是极起反复的修工 考验的是耐心和定力 而这一条 看起来简单 平淡 用的却是八种以上 技艺极其精巧的绣法 比如 鱼骨绣 盘金绣 挑布绣 布绣 滚针绣 湿针 抢针 以及双举叶绣 这小小的一条腰带上 展示的却是大宁织绣叶之大成 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若不是你解释一番 我还以为 这是一个取巧之作呢 她从来不是取巧之人 你认识她 只是在大会上见过两次 看面相猜度而已 不过看她的绣工饰样 她定是一个心思细腻 纯良端庄之人 说来也奇怪 那你呢本应该厌恶她的 但是呢就是讨厌不起来 那就顺应自己的心意 公主 您一向为人和善 若能够成人之美 岂不是好事一桩 听说近日瑞元进行裁剪比试 说是给五品夫人选成衣 我还挺想去凑凑热闹的 这竞标大会 本就是为与兰昭通商而设 公主若饶有兴趣 亲自去当考官 也是使得的 你说得是 走 我们现在就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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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